邻居大哥 您还有多少古董 很多啊 你想盘点我的家产 不是 你有没有那种 特别好看的瓶子 大概这么大 适合放在书房呢 有 太好了 邻居大哥 拜托卖给我一个好不好 不卖 谁叫男朋友邻居大哥 那叫什么 亲爱的 大乔 小乔 周郎 叫老公 老 老 你到底卖不卖啊 不卖 你未来的家产都是我儿子的 你竟然小气到连个瓶子都不卖给我 是不卖 但是可以给你 我的家传玉璧 我的宅子 我的古董 包括我 你都可以 随意支配 你都可以 随意支配 都是你的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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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下降头了吗 这两天到底偷偷摸摸 在高兴些什么呀 我 我不想说 不说开除 立刻从我家搬出去 别别别 别别 我说我说 大乔哥应该是不懂的 我追的CP 终于又在一起了 感觉马上就要迎来最终的快乐 日常固同是每天发糖 精神食粮存得满满 男主是个面瘫死傲娇 觉醒之后情话漫分 女主的属性天然暴力毒 恋爱之后的属性点 加在了娇羞上 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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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好难懂啊 对了 你要古董瓶子干什么 这真的是宋朝的花瓶 哪里不对吗 哪里不对吗 这花瓶倒是蛮好看的 就是看起来太新了 我小舅可是做古董生意的 如果你敢拿假花瓶糊弄我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你放心 外公的七十大寿 我肯定要拿出最适合他的礼物 什么 我作为孙女婿头一次上门 会让自己在外公面前丢脸吗 也对 你也要去啊 你没打算把我带回家 我外公生日 我姨妈 伯父 叔叔 堂哥们 表哥们 一堆亲戚都在啊 你如果去的话 会成为焦点 还要闯十八同仁镇 你不会喜欢的 我是不喜欢 对对对 下次有机会 不过 我要去见外公 其实是为了母亲大人 我妈 这是你外公和母亲大人 断绝关系将近三十年后 第一次松口 让母亲和父亲回家 又是庆生 所有亲戚都在 而且他们妇女的互动 一定会成为焦点 场面很尴尬的 如果我去了 那我就会成为最大的焦点 借此模糊另一个焦点 对啊 大大缓和现场气氛 降低妇女恰恰风险 这只是我个人 一厢情愿的想法 既然你不同意 我 那我就不去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想法很成熟 牺牲小我 全家获益 你放心 你不会吃亏的 秋朗 你看你喜欢哪一个 这个吧鲜艳一点 小致说先到家里来是吗 对 秋董从公司接去酒店 大小姐一家 会先到家里来 一家 那天太太来个什么 就要直接到酒店 大小姐说 她要带男朋友 亲自给你过目 男朋友 冯东东 都三十年了 你还怕她呀 怕什么呢 你不觉得这城里边很热吗 是啊 冯东东 车上空调是不是坏了 天小姐 空调好好的呀 紧张的不应该 是我和母亲大人吗 大乔啊 之前你们小情侣闹矛盾 竟然就分手了 我跟你爸呀 本来不想原谅你的 但小侄喜欢你 后来呢 你表现得也不错 我们就决定原谅你了 对 一会儿见到外公啊 一定要给他留个好印象啊 顺便 给妈妈当个调和机 沐西大人 我一定将功遮罪 这什么破车呀 该去检修一下了吧 热死了 你怎么来了 你今天请假了 是啊 外公棋师大寿 一辈子只有一次 等我去停车 好 他们什么时候关系 变得这么好 岂止是好 简直就是国民CP CP是什么 没什么 好 好 宋连乔 外公 就叫我大乔好了 爸 大佳 你知道小阳跟小智他们以前 爸 你怎么提这个 不会叫我爸 叫我邱老先生 我全都知道的 多亏了李燕之 拒绝了小智的求婚 我才有机会 所以 我很感谢他 你不用感谢我 我时刻准备着 做小智的备胎 备胎是应急使用 但不能长期使用的轮胎 你很有追求啊 如果你非要这么理解的话 一辆车的轮胎应该有 四 小智完全可以养个后宫嘛 什么后宫 今天外公生日你还胡说八道 外公 生日快乐 明年您生日时 我们一定让你 抱上虫外孙 我已经求婚成功了 我已经求婚成功了 什么 结婚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爸妈商量一下呀 妈 我只是答应了 又不是立刻要结婚 不立刻结婚你答应什么 人家大乔都还急着要孩子呢 孩子 孩子可以有 孩子很可爱 生活必需品 但是结婚急什么 你不结婚 怎么给孩子上户口 不结婚 孩子就是单亲家庭啊 你们到底是他爸妈 还是我爸妈 人家大乔是无父无母的 人家大乔是无父无母的 总要就是做主啊 就是啊 人家大乔娶你 就等于是我们老田 和老邱家两家 祸水东流 总得有点人文关怀吧 祸水流到我这里 我也是欢迎的 之前流到你家门口的时候 在众母睽睽之下 你不又继续祸水东瘾了吗 月清 你还记恨这件事啊 难道要我剔头谢罪啊 小植 恭喜你 外公啊 相信你的眼光 就等着 探计你的婚礼了 外公 我们还没到 爸 当时我跟老田结婚的时候 你怎么把老田给打走了 爸 之前我和女儿 可以耗三十年 现在我人纪大了 我跟我的外孙女儿 每一个时间 再耗三十年了 爸 八小姐 徐先生 小燕 我帶你們去看一下 邱老仲的水果 這外孫女婿真是大手筆啊 是真的吧 沒錯 保存得很好 你說送人禮物呢很容易 讓收禮物的人覺得何欣呢 就不容易了 這花瓶行是不錯的聘禮啊 您看起來 好像很滿意這個外孫女婿啊 是啊 家教好 人品也不錯 最重要的是小植喜歡嘛 玩玩玩玩 你這做舅舅的 也幫助把把關 他們都說了 小植的姻緣意氣啊 不太好 怎麼了 父親 有件事我瞞了您 Patch 蝦人說 小植之前試睡 对 是因为怀了愿 那孩子现在好好的 目前看还算安稳 但超级人类反应没有先例 能否成功降生 很难受 竟然是超级人类呀 对不起 父亲 现在才告诉你 你觉得他们会有好结果吗 你看 你也知道不会有好结果 我们的时间跟你们的时间是不对等的 未来是一目了然 从一开始就是个悲剧 以前呢我是担心你 可是现在 父亲不用担心我 我会找到更多的同伴 将来的日子啊 会越来越透明 等有一天呢 你们会没有藏身之处 更何况 在这之前 你再走一条 这世界上最难走的路 你这边再去 再来一条 但是呢 你这边怎么根本来是 要辨妙的 你的胞罪 你这个胞罪 是你这个胞罪 你这个胞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